Hello,大家好,我是Genie李信妮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5G频道 相信自己的梦,勇往直前 我们常说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梦想最终一定会实现 不过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这位嘉宾 就是来到刘仿云 当初坚持那个梦想 想要当一位警察的话 今天大马就不会有那么著名的 一位鞋子设计师了 杜德你好 你好,金串 杜德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当这个警察呢 可能是当初看得多电影吧 就是说做英雄 要打包不平 所以就想要说要当这个警察 很威风,穿着制服 就受到这个电视剧的影响 那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英雄 是谁呢? 王宇 王宇 对 那个杜毕刀 当然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就是那个英雄那个片段 就当看过那个电影之后 甚至就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像这样的英雄 是 在当时比较少这个其他的娱乐 除了看电影之外 最受影响的我觉得还是电影 是 还是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本身也觉得打包不平的那种心理 从小就有啦 就是说包括照顾自己的弟妹 对 这种情形 因为我家里都很大 所以我是 虽然我不是最大 不是老大 不是老大 我是第五 不过我都还有很多弟妹们 是 所以都有这样打包不平的心 的那个 正义感 正义感吧 可是为什么没有坚持这个梦想呢 受了妈妈的影响 我连在这个十个手指印 十个脚指印都已经打了 已经是endorse过去了 而且印针了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才两位华裔录取 是 不过当我跟妈妈说了 她哭着跟着我着 流着眼泪跟我说 孩子 你可以不当警察吗 啊哈 很软 但是你心又软了 又软了 所以就后来 受招进队伍的时候 我讲对不起 我要真的是要取消了 所以 虽然心有不甘了 不过还是 还是孝顺孩子 要听妈妈的话嘛 那其实妈妈最想你当什么呢 嗯 有用的人吧 嗯 OK 在任何一个领域 对 除了警察这个领域 对对对 可能当时的社会就觉得说当警察 好难不当兵 对 而且很危险 可能会常常见不到你 嗯 可能也受朋友的 或者是一边议论界的那个影响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不是正确的 到理性的话 嗯 来来到现在来来说的话 可能 我是了不起的警官 或者或者这个 可能今天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一个警官 对啊 所以那些都是以前的梦 那当时父亲呢 父亲有没有给你任何的一些意见 反而我父亲比较中立 嗯 他喜欢爸 就由他 不过 妈妈还是 流着眼泪 我不舍得 还是当父亲上 所以即使是你当上了这个鞋子设计师 或者说当初在鞋场工作 他们也没有反对 没有 绝对没有反对 家里是很多的成员 嗯 那小时候是怎么度过的呢 其实 非常的丰富 很丰富 我是在一个 嗯 我的妈妈生了十一个孩子 十一个孩子 那我的大妈有四个 嗯 总共是十五位嘛 是 所以我们时常 朋友时常笑着说 连足球队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后补 对 所以在这个社会来说 肯定是 嗯 不可思 思维的那个 十五位成年的家人 所以 那个家庭关系会不会很复杂呢 这样子 其实不会 当时我们的 兄弟姐妹都是很 很贴的 那个 那种很融合很和谐的 虽然 虽然 虽然我们会偶尔打一个家 你知道吗 小孩子要争东西 那什么东西 不过我们还是乐融融的 那个 一家人 那当初那些朋友啊 就是刚刚你说 他们会嘲笑说 你家的成员 就可以组一队的足球队 后补成员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可以说是嘲笑吗 你怎么去处理呢 会不会说跟朋友的关系不太好 其实不会啊 就是在那一个时代 有十位成年的家庭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少才有五位的话 你是太小了 怎么你妈妈不会生孩子吗 反而 这比现在的时代完全是两样 对对对 所以以前在学校也跟朋友就闹得很愉快的 就不会跟朋友那一些意见吗 嗯 不会啦 其实我们可能是小地方吧 嗯 不过家境很穷 是 我就还记得 我 连五分钱的那个零用钱都没有的 真的 偶尔会有五分钱或者是十分 10千这样的钱 很多时候我们都连五分钱的零用钱都没有的 嗯哼 哦还有我记得这个 我在五年级的时候 嗯 还 那时是被 这个我们叫做 一种考试嘛 from Centered 5的 哦 检定考试吗 不是检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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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还 早上凌晨就四点七 七个睡觉 嗯哼 早上 然后就差不多六点半早 就跑着回来 几个早上课 七点十五分上课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被老师把 因为我就迟到的 是 所以那种生活其实 很辛苦 不过真的是很好玩 嗯哼 就是你这个最顽皮最好动的那个学生 是 我真的是很感谢他 因为就是他给我迫 迫得更加更加有 有那个 决心 决心去把自己做得更好 所以当初很小就已经出来社会工作 我家里是很小 我刚才说 都是割塑教 对 我记得我 我的哥哥 他在我八岁的时候 八岁就是二年级 他说 我需要人帮忙割塑教 我就马上几个手 我都还没讲什么 几个手 我就明天就跟你一起去上 你还没学过 没有啊 八岁啊 八岁是蛮小的 对 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后退 当我去他就不能够说不去了 就不放人 不放人 所以八岁开始就进入教园 割塑教 年三点四点凌晨 包括有老夫的地方 我们都攀山夜岭 去讨生活 所以那种虽然是很辛苦很痛苦的时代 不过 锻炼到我们一生的那个努力 而且不会说 那种奋斗的心 对 就在那边油然而生 我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包括我的孩子 就缺少那个机会 所以 当 现在我跟我的孩子 或者分享我 当时的那个奇迹 他完全 完完全全 根本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想也想不到 是什么一回事 我记得我们 还 过 那个 河 脱那个 还把那个裤子拉上 有时整身是 那个凌晨 四点五点 然后有时候半夜 差不多要弄好了 下个大雨 清盆大雨 全部完了 所以 这个都是我觉得 锻炼了我们后来 真的是很 很 很求上进 而且就是说 很有决心去把我们 东西做得更好的那种锻炼 对于这些孩子 你有抱着什么的一个期望吗 孩子 一定要有这个 执行 就是说一个 要有这个 自己的规划 把你要做的东西 做得最好 是 一定要 很有决心的 你决定过后 一定要把它做好 这个就是执行 而不能够说 等一下你要做这个 等一下你要做这个 或者半途而飞 或者是没有决心的 没有这个 fighting的那个 那个spirit 我觉得是 这个最重要的孩子 要把 你认为要做的东西把它做 做人的一个理念 非常符合 就是说 我们人一定要坚持 我们自己的梦想 我一直在 人生走过到今天 就印证我当初 在内心的那个 可能是说 那种群意识的那种 那种内心的感觉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 觉得我当初那种梦 是有生俱来的 所以到后来 我们创办这个品牌学会 那个be 也当做belief 就是相信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梦 那么如果你本身 不相信自己的梦 那么谁呢 谁会去相信 那么你的梦 你真的是 半路你会觉得 会有一个那个 问号 问号的时候 你就会 可能会停下来 怀疑那个 对 你就把那个步伐 会放慢 而不会勇往直前 那么成功之路 就会坐车 或者搬迁 没有办法达到 没有达到 所以这个理念 我觉得 人生的理念 绝对 一个人的成办 所以 思维改变 行动才会改变 那么 行动改变 命运 才会改变 没错 如果说一直 在那个原地的话呢 是不可能会 达到成功的一片 对 刚刚其实达兜 一直口口声说 自己还没有达到成功 可是在很多人 很多人的眼里 达兜已经是一个 很成功的人士了 那对于成功人士来说呢 还有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时间管理 对吗 我觉得达兜应该是一个 很忙碌的人 那怎么去分配那个时间呢 这个就是我的失败的处 所以我说不成功 就是因为其中一个 就是在时间管理上 对 当然 成功方面 不只是表面 是非常深度的 面面俱全的 而不只是说片面的成功 还有内心里面的 更深度的 当然有很多方面都 能够把它掌握的 掌控的方法 比方说 啊 就算你说的 时间的掌控 对 家人的时间的掌控 公司内部的 各方面都是 真的是要把它做的 面面俱全 真的是不简单 对 成功 不成功 就是因为还要学学 不成功 就是说很多东西 我们还没有把它 accomplish 还没有做完 所以还有很多很长的路 要去跟进 要去学习 跟大师学习 跟年轻人学习 身边的每个人 身边每个人 都是我学习的 对象 对象 所以我跟我的 包括我的学生 包括我的员工 我认为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师父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 每个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他学到的东西 可能我就没有学到 所以这方面 我时常跟我的同事 我的学生说 我很愿意把我的 所学到的 付出100% 不过你一定要有 坚持的心 你要有意愿的心 bealingness 如果是你没有这种意愿的话 你就浪费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 对 那么另外呢 我也会在他身上学习 我很 我很直接地跟他说 我也希望在你那一边 能够学习的运动性